在这个狮子搭这个门洞中 断了三圈 这里不知道有什么寓意 刚才我去派出所去居住这 在一个街边呢 我偶遇到一个商家 正在开业庆典 他开业庆典呢 请了一个武士队 作为一个北方人啊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南方的武士 这种场景啊 很有意思 有程序有内容 而且还非常有仪式感 我在现场啊 问一些那个看热闹的那个阿婆 我问一下那些情节代表什么意思 结果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 所以我就想借助这视频啊 跟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这个南方啊 这种广式武士 有什么意义 一会儿我解合在网上啊 我查一查这方面的知识 再和大家分享分享 这是海口的街头 一家爱马电动车店 在开业庆典 你看这八九个人 一套锣骨 两头武士 就能搭成了班的 这位是武士表演的领队 中国的民间武士表演呢 有南师和北师之分 北师主要流行在长江以北 而南师流传于华南地区 甚至海外南洋 南师也叫醒师 发源地在广东 我们眼前看到的 就是南师表演 你别小看这个武士表演 它有故事 有寓意 有名字 这场表演的名字就叫 采清旺场 你看地上 韩国摆出个发字 还有这一扎一扎的生菜 就代表着青 因为生菜 粤语的谐音是生财 有财源广进 声音兴隆的好寓意 下面这个环节是 两只狮子把地上的生菜 掀起来 交给商家的老板和老板娘 代表着 把财气 福气 接进店中 剩下的带有福气的糖果 两只狮子又 都送给了围观的群众 看到门头上边了吧 这上面挂的生菜和红包 就是今天表演的重头戏 采清用的 一会儿 那形式会 勇猛的一跃而起 将生菜一口吃入嘴里 这个表演形式 就叫做采清 一跃而起 采清成功 那么采清完毕之后啊 50队的全体 锣鼓喧天地进入商场 尤其这两头形式 要进入到商场的各个区域 摇头摆尾 闹腾一番 也就是说 把福气和放运 带到商场的这个角落 这就叫旺场 有银财两旺的意思 那么最后 有一个环节 我在这里说不明白 就是说主持人 让老板和老板娘 在这个 狮子搭这个门洞中 断了三圈 这里不知道有什么寓意 有没有男方 熟悉这个情况的朋友 可以到评论区 给大家解释解释 那么今天 这场男狮舞狮表演 采清旺场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